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面临的网络安全霸凌心理健康等议题 透过互动体验带领亲子调为相同频率 解答孩子和爸妈的大小问题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特别抽空看展关注议题 站在镜子面前自拍 却没想过一双双眼睛正在黑暗处盯着你看 犹如网络世界存在的为之恶意 非法刀拥各资或将个人隐私当作威胁的工具 这正是当今儿少使用网络时常碰到的问题 俄福联盟举办的擅长调频的泡芙同学特展 以倡议星球为主题 探讨儿少的网络安全霸凌心理健康等问题 将亲子调为同个频率 一同来了解儿少世界 我自己也是孩子的爸爸 所以是边看边检讨 我相信市长也一样 刚刚在跟警长讲 我们有多久没有听小孩子 就是小孩这么的心声 可能我们一两句话 到小孩长大都会觉得 以前爸爸就这样讲我 我现在也在回想 以前我爸爸还在的时候 他讲过我什么 其实他真的还想 不管是鼓励的话 或者是责骂的话 其实会留在心里面很久 这表示说我们这次的展览很成功 其实每次看到儿童全力 觉得很生硬很遥远 但事实上他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那我们也希望说 走进来的不管是大人小孩 他可以得到 其实应有的尊重 或者是其实我们说的调频 不用这么严肃 就是只要我们把频道调整好 我们可以听到孩子的心声 我们接受到孩子的心声 其实大人自然就知道 要怎么调整 这一次儿谋呢 就是想要透过比较生活化的方式 来表达儿童权利 这件事情不是很遥不可及 很生硬的 希望每个人走进来 看到这个体验展 他就会有所感觉 其实大人都很想要听听孩子的心声 有时候只是把频道调好了 我们就会知道孩子 其实可以在游戏里面成长 然后比如说他的隐私权 我们也应该要尊重 还有我们留意我们所有的言语 就是语言 对孩子的伤害 还有有机会给孩子表达 还有最重要的是 我们都在乎孩子的身心的健康 希望他快乐的长大 这大概就是儿蒙 这一次的展览的最重要的目的 事实上 小朋友或小孩 接触网络的时间 其实越来越长 那大概几件事情 社会局这里会跟教育局合作 有一些基本的网络安全 跟网络知识 大概是下一个阶段的重点 因为时间一直不断的拉长 第二件事情还是很重要 像刚才有跟警察聊到 其实有的时候是 不只是维护自己本身的安全 有的时候可能碍于同侪的压力 我们可能不小心 这个我们的小孩子 可能在网络上 也许不是完全是被霸凌的对象 而是不小心因为同侪的压力 变成了霸凌别人的这个其中之一 我想这个相互之间 我们都会一起来留意 整场内还有能激发 无限想象力的建构式玩具 让孩子能跳脱游戏的框架 自定游戏规则 另一头的文字压力仓 则形容言语伤害的重量 牵藏的杀伤力压迫至无法喘息 告诫着大人们对孩子的言语 必须慎重而出 展览中间的大荧幕 是孩子们的宣泄管道 将不敢收出口的话 透过虚拟人物传达 学习为自己发声 耳末在讨论 在提倡这个 大家注意把霸凌的这个议题 那大概每两个孩子 他们就会有涉入 网络霸凌的事情 不是被霸凌 就是他有时候 也因为同侪压力需要 就是去声援一下 成为一个霸凌者这样 要帮忙对一下积木吗 那个 倒过来放 倒过来放 打过来放 孩子有孩子的意见 你看 就是没有要听市长的 这样 行程紧凑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也特别抽空观展 走方体验五大展区的互动设计 立委王婉玉也到现场 与玩耍的小朋友互动 做了几次 看起来还蛮有感触的 回去反省看看 每一个都有他的意义 我觉得那个沟通还是很重要 我发现现在 父母常常以他认为是对的东西压在孩子身上 所以才出现那个 我一天只睡五个小时 功课太多 你都单向的输出 可是对小朋友来讲 那不是他要的 就算不是他要 你怎么会说服他也这个问题 所以 对啊 三分之一的儿童跟父母 放弃跟父母沟通 哇 这实在是回去 自己要反省一下 其实我们一直在台湾推动 这个儿童权力的部分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 对这样子的儿童权力的公约 其实非常不了解 那我们看到儿童联盟 这次透过展览的部分 让更多人更有感觉的来 知道说 我们到底要如何对待孩子 我觉得很好 比如说在谈到这个心理压力的部分 就用这样子的球来呈现说 其实光是语言 就可以造成大家很多的心理压力 不只是大人 其实小孩子更是敏感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些互动的装置 又或者是这样的展览 让大家更深刻的感受到 孩子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又或者是他们前面 其实有呈现了 非常多年来的这个调查的结果 知道孩子的心理怎么想的 我觉得都很有助于大人 更加了解孩子 那我觉得唯有大人 开始了解孩子之后 才有办法尊重孩子 跟孩子达到良好的互动 而我也一直相信的是 一个快乐的孩子 才有可能长成一个快乐的大人 我们才有可能 一起来关怀这个社会 所以我其实很支持 有这样子的展览 而且也很支持儿童联盟 这几年来一直大力的 推动了各种权益的部分 这些群都是儿童做了一些调查 青少年这边最常会出现的一些 慢慢而至于 像是都是你害的啊 没家叫低能的这些 都是最常出现在青少年啊 骂人的相互之中 一系列的儿少议题星球 带领大小朋友认识儿少 有可能面临的问题 家长透过直面审视 层层对评之下 理解与辨识孩子语言 回应需求 期盼给予他们心灵上的庇护 与安全成长的环境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为了推广有线电视的第三频道 公用频道 中家宽平吸手台师大大船所 在基隆举办推广课程 吸引许多民众报名参加 两天的课程内容丰富 让民众学习用手机拍摄剪辑影片 也进一步了解如何善家 使用公用频道来发声 工作方的学员用手机拍摄 剪辑分享完成的影片成果 还可以向有线电视 公用频道申请播出 为了推广公用频道 台师大大船所 与中家宽平共同吸手 在基隆海科馆 举办公用频道媒体禁用课程 教学员如何用手机来产制影片 各组完成的作品相当多元 有探讨教育体制的内容 也有介绍暖暖的人文历史 与镇冰渔港八斗子地区的观光特色 透过这次课程 大家都收获满满 我来自于新北市 那在朋友的网络平台推广 说有这种剪辑的活动 那个课程 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 那我今天跟我们小组的拍摄过程 我们是以八斗子的小旅行 所以我们走了半天 那把这个小旅行做一个历史的演变 就是当时的北部火力发电产 如何蜕变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所以是在这样走读之下拍摄的所有的影片 然后我们再陆续的剪辑起来 第一天来学影片的阶级 那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是去走读 我们暖暖的这几个一个就是说文化古迹 那我们所学到的这些就现场就可以马上应用 那我觉得说这样子对我们 虽然我们是中高年龄的但是我觉得说这样子收获满满 我们未来我们也可以跟我们家里的人或是朋友 甚至一起来互动 所以虽然我们是想不到说我们这个年纪的实在 我看见还都大部分年轻人了 我觉得说应该呼吁中高年龄大家都来学 那学会的自己也可以去做一些的阶级影片剪辑 觉得这样子一个让我们的年纪不会觉得说我们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很好 那我本身对摄影是非常有兴趣的 这是我之前是做平面的比较多 那现在是用这个比较新的这种手机 年轻化的这种很便利的工具的话 就是等于又是一个重新的学习 那我感觉到他说手机确实有它的便利性 因为它好轻喔 然后它也可以直接就在上面做一些编辑啊 那速度会快很多 但是我们就是在学区上就是要去熟练它 为期两天的课程理论与实物并重 落实影像人才培训之外 也让学员了解如何善加运用有线电视的公用频道来传播发声 举办这个工作坊 其实我觉得任务是很艰巨的 因为他要告诉我们的民众 到底什么是媒体禁用 然后媒体禁用其实很简单 其实如果说从有线电视业者的话 就是第三频道 第三频道其实是给所有所有的县市民众 他们去使用甚至是播出他们节目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频道 所以它是一个具有这样子一个功用的这样子一个精神在那边 然后举办这个工作坊 其实当然最主要最主要的第一个很重要 就是告诉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频道 然后呢在我们这个讲习里面 我们所使用的其实是手机 其实现在是一个手机非常方便 而且手机的画质也好 或说整个便利性 其实都是可以创造出来这样子的一个 我觉得是相当优质的一个电视节目了 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两天的这样一个课程 其实就是要让大家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媒体禁用 然后进而拍这个节目 然后甚至是拍这个节目 我们经过这种讨论啊 还有拍摄之后 我们等一下会有所谓的一个分享 然后分享之后我们当然希望说 这么好的一个电视节目的内容 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有线电视业者 然后在我们的公用频道上面做一个播出 这当然是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意义在这边 我们很高兴可以认识到有这一个公用频道 那这个频道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有明显的告诉我们该规范 那如何不能有商家的名称出现 电话该避免的要避免 然后我觉得这个平台很好用 就是说我可以想要发挥我想要的议题 然后可以自己制作 让我有一个可以发表的平台在媒体上 这是觉得是非常好 只是好像还继续推广 如果没有这个课程我是不知道的 老人家到处玩啊 可以人手一击就可以拍摄美景啊 但是要把它制作成影片啊 我们还没有学得很好 所以呢有这个机会来参加 真的很高兴就是说 可以以后学习了之后 我们到处旅游 我们就可以制作成影片啊 放在FB啦什么的 或者给家人或者以后我们自己可以欣赏 没想到来到这边 原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有一个公用频道可以让我们使用 很多那个人民社会大众都不太清楚 我们也不知道 来了才知道说 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可以把好的影片啊 可以给大家一起欣赏我们也可以上了这个公用频道去欣赏别人的一些好的讯息这样子所以很开心觉得很感谢又免费来学习真的我觉得活到老学到好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很允许可以参加这个课程哦 关于手机剪辑摄影然后还有就是上传到CH3频道那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训练就是说我们不但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同时还可以把它制作成影音同时还有一个很棒的平台可以跟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第三频道公用频道是由有线电视系统业者免费提供给政府机关 学校 团体与民众播放公益性 异文性与社交性的节目 欢迎民众制作影片向公用频道申请播出 落实媒体的接近使用权 公用频道赞 记者陈淑萍 基隆报导 HomePlus中家宽屏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等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或扫描针见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夏末秋凉好时节 团圆工具赏月圆 同事甜品其分享 欢度佳节好时光 月圆人团圆 台北市卫生局结合六家早疗合约医院办理早期疗愈亲子工作坊活动提升家长对语言发展迟缓儿童的照护技巧及认知 协助建立正确健康行为 乐乐在两岁半左右被诊断为语言与认知发展迟缓 家长报名早期疗愈亲子工作坊 将课程中习得的技巧带回家中与乐乐练习操作 帮助孩子情绪稳定 并多了互动让爸妈生活燃起希望 那乐乐今年几天要满四岁 他是在去年接触到马街亲子工作坊 那他是在两岁的时候 跟其他假种状况其实差不多 就是他开口很少 他就只会讲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那时候 因为原本都是由我公婆在带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们就带到医院去评估 那评估出来的结果就是他有发展迟缓 那包括语言身体动作跟认知上都不及一般的小孩 那时候其实我们也非常着急 那刚好有看到就是马街的这个工作坊的海报 然后那时候很着急 然后看到又是免费的就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去参加 然后之后我们其实对我来说 这短短几堂课 我觉得孩子他在上课与同侪相处 跟我相处下来都比较顺利 那孩子的个性也比较稳定 主要是我自己在照顾孩子的 在照顾孩子上面真的是减轻许多负担 也学到很多该如何跟孩子应对 还有孩子有情绪的时候 我该怎么去安抚他 对 特别针对一岁半到三岁的孩子 那在这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里面 可以参加活动 那我们每一次的一个活动是六周 而且是全程免费 那希望说透有早期疗愈亲自共学的这些的元素 结合了语言心理物理跟职能 相关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 然后提供家长照顾技巧跟认知的一些的一个 就是活动的一个建立的部分 那希望说也透过台北市也为了落实 这样的早期发现早期疗愈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除了工作坊之外 我们也透过56家的早疗的医院医疗院所 来提供我们发展持患儿童的一个评估坚定 还有疗愈的咨询的一个指导服务 那其实我们从109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有鉴定了8255人 那确诊的是6062人 那透过这些的一个确诊之后 那我们也提供相关的一个服务 那所以希望说如果今天有这样子需求的孩子 或是家庭的话都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专线 我们下面有一个我们的电话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有6家早疗合作医院的一个 报名的一个专线 然后呢可以来提供我们家长进行报名 或者是相关的一个资讯 也可以透过我们早疗中和服务网站来做查询 台北市卫生局为了建构发展持缓儿童家庭 支持性学习环境及提升找户技巧 委托6家早疗合约医院办理亲子工作方 截至109年到111年7月 共办理58批次364位家庭参与 那亲子工房的现况 那马街医院已经承接 从102年入去承接到今年今晚有到第7个年头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在这个整个办理的承办的这个 心得上跟承办的这些课程之中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干苦谈 那其实在家长的回馈方面 其实家长的顾问很棒的回馈很高的满意度 那包括可能是希望再继续能够参与 或者能够有更多在参加的机会 那亲子工房其实有几个最主要的特色 第一个是它具有多样性的课程跟实质 那除了在我们常看 常在导疗这个疗医课程里面看到的 心理师、好医院治疗师 还有包括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智能治疗师 那还有一些课程是包括施工的介入 然后刚刚介绍一些可能在能够运用的一些 家庭能够运用的一些社会资源上 所以它在整个课程的多样性 可能包括想法的语言发展啊 会本动读 还有一些情绪行为 还有一些大小动作的发展 这些东西都可以提供家长非常非常多 不一样的资讯 好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有超低的师生笔 虽然在这个执行的课程之中 表定上是我们只会有一位老师 但是其实我们每一次的课程之中 都会有一到两位治疗师的参与 还有包括我们的助教 好 其实在整个师生笔上面 可以能够到2比1 甚至一点多比1 那对于家长来讲 可以提供很多客制化的服务 例如他在医院看诊 他可能很多时间没有办法询问医师 他孩子的状况 或者他需要一些个别的咨询 包括像情绪 孩子的行为 哪些部分是我们可以协助的 好 那这样都非常困扰 那其实在这个超低师生笔的这个 工作坊里面 其实将会有非常多 非常充益的时间 能够去询问治疗师 或去问参与课程的老师 好 怎么样去协助他的这些孩子 好 然后第三点 就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服务课程 因为他是一个小团 好 他是一个短时间 一个密集性的 一个治疗的团体 那其实很多的资源的介入 好 包括我们各个专业的介入 那对于家长来讲 就是很围绕他的孩子 还有围绕他的家庭 提供他们最需要的服务 这也是会跟一般我们在一些 疗愈的课程上 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好 然后第四点 就是其实在我们每一次的课程 结束后 我们都会有 呃 给家长提一些 评估的量表 好 那其实都很明显看到 他们可以提高一些 对孩子的一些教养 好 或者一些疗愈的技能 好 并且检听他们自己在生活上 面对孩子照顾的 不管是他的情绪也好 好 不管是他的负担也好 或者是他面对 如果去面对家人 好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 减低他们一些在 照顾程上面的负担 好 那接下来这一段 就是我们在执行 执行执行上的一些 课程的活动 我们在一些知能啊 好 有一些在一些认知部分的 上课的教学 好 那这是我们的一些亲自讲座 好 就针对一些 利用一些演讲的部分 好 或者家长提问的部分 让家长能够 针对他们自己的问题 能够在这个一对一的 这个问答之中 可以得到一些解决 好 那后面是一些家长的回馈 那家长其实回馈给我们的部分 其实除了很好之外 有些家长也希望能够 让他的孩子每年都参与 好 希望我们能够扑纳凝成 或者希望我们能够 在后续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 那这一块我们都会转介 回到整个医院的体系来 提供一些后续的服务 好 那也这样就会用回馈说 其实 经由观众道老师的教学 好 可以知道说 怎么样跟孩子一起互动 怎么样跟孩子一起玩 那其实这对于家长 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我后面的介绍是 用卫生局的辅助的时间 其实很谢谢美式的支持 他的时间是够长的 所以我们在事办第一年后的第二年 我们发现有一群很特别的孩子 他很需要被分别出来去协助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一部很红的韩剧 大家都在看 就是非常律师 语音语 对不对 那前面也有一部很好看的韩剧 叫Good Doctor 每句都去翻拍的一出很好看的剧 里面都是提到了一群很迷人的孩子 叫自闭症 那自闭症在近20年来 他大概盛行率从万分之五跑到了最新的数据 是四十四分之一到三十八分之一 意思就是说成长二十倍到四十倍 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后 那个韩剧眼的这些人会在我们身边 我们很容易侦测得到他们 那这些孩子呢 在美国或欧洲呢 他们其实在二十年前就已经非常推动 三岁以前的早期的发现跟介入 那在台湾这个部分也慢慢 因为透过这个方案 我们就开始追这个进度 所以呢 我们在跟张老师讨论的过程里 我们把这一群特殊的十款的孩子 可是他同时和病类自闭症的孩子 我们分别阻力出来 成立另外一个早要的 性子介入的基金 那我们从二十七年到去年 这段期间我们总共服务了三十个家庭 六年五年里面 然后总共七百七十个人 持出席率有高达几十percent以上 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时间都不会在周末假日 我们是在平日 然后家长要全程陪同 在里面一起学习 所以其实对于北市双新的家庭来讲 家长可以有这样的投入 其实对他们后续能够把孩子 都更愿意自己带孩子这件事情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服务量跟出席率都很高 那我们也透过这一次 我们也做了一些的统计 在这这几年来五年以内的家长满意度 无论对课程内容讲师 还有一些活动的安排等等 我们统计满 我们自己其实统计出来蛮高兴的 就是满意度我们讲高满意度 有到99.6%就是的家长 大概全部都是天满意到非常满意的程度 在这五年里面所有参与的家长 那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研究数据 想去看看跟国外的一个趋势比较 那那个结果也很好 结果我们也发现不是值的感觉 就是说家长说有进步 在量的分析大概也全部到研究的显著值 就是包括家长觉得自己实际的效能 掌控孩子的能力 还包括精致压力感和社会务力感的減低 我们在比较新的资料里面 我们还可以看见 这些自闭症所为孩子的一些相关严重的症状 其实透过短短的六堂课 家长在家里的执行 其实也都可以有一些折消的改善 卫生局期盼透过工作方 以小班经营方式 让跨专业团队能够共同透视家庭互动需求 与沟通障碍 进而提供个别化计划 几时辅导 快速解决家长及幼儿困扰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为了支持弱势家庭的孩子 发展兴趣勇敢追梦 而福联盟从2004年开始 启动小舵手助学计划 18年来持续赞助了338位孩子 学习课后才艺 也特别邀请爱心大使 维里安和两位小舵手一起拍影片 号召大众响应小舵手的助学计划 给孩子翻转未来的机会 喜欢音乐的嘎嘎与洛洛演奏维里安 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 在尔福联盟小舵手助学计划的资助下 小舵手嘎嘎与洛洛开心学习吉他与长笛 往音乐的梦想前进 所以现在我们问一下嘎嘎跟洛洛 你们选择乐器的过程 还有接触长笛 接触吉他 最初是一个什么样的音源忌讳 我一开始就是喜欢唱歌 然后看人家踩吉他 边唱自然自唱 然后觉得很帅 然后就去学了吉他车 后来妈妈一开始就很反对 然后到后面就是叫我唱他想要听的歌 然后妈妈就很支持我 那郭默你也是怎么接触到长笛的啊 我是国小的社团 哦 国小就学了 就是老师就是应该看长笛社就是缺了 然后就推荐我去 然后我有回去问爸爸 爸爸也说说好啊 你就直接去学 就是女生嘛 要有一个一技之长 然后就去学 然后就学到国小毕业 然后想说国中应该是不会再继续学了 然后就有社工找到 我就说他有这个机会 可以让我继续学 然后想说嗯 那我就把我操控时间都拿来学这个 我觉得爸爸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他会去聆听我吹的每一首 他都会在车上说 我今天听了好感动哦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考第一集之类的 我就说你好夸张 我会用我的音乐给他的心注射一种音乐性质的药物 让妈妈可以很开心很快乐 哈哈哈 儿福联盟从2004年开始启动小舵手助学计划 18年来持续赞助338位孩子 学习课后才艺 陪伴孩子追求梦想 特别邀请爱心大使维里安 与两位小舵手一起拍点亮小舵手梦想音符影片 号召大众透过捐款来响应小舵手助学计划 给孩子一个翻转未来的机会 我愿意帮助小舵手们不因家庭困境中断学习 陪伴小舵手们寻找追求未来梦想的机会 好的 谢谢文以安 我想就是儿盟30年来一直都在协助弱势家庭 但我们在协助的过程中 也会发觉说孩子除了吃饱穿暖以外 其实他在人生上也会有想要追寻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他如果喜欢体育 喜欢音乐 喜欢艺术 我们是不是能再多一个资源去协助他们 所以我们就是在19年前开办了小舵手的助学计划 希望就是说如果孩子他真的会有兴趣去学习的时候 我们陪着他一起去寻找师资 寻找支援 然后呢一步一步陪着他们学习他们的才艺 然后透过这些才艺的学习 他们可能会增进他们的一些自信心 然后拓展他们的眼界 对他们未来是很有帮助的 好的 非常简单 有如我们这个牌子上面所写的有三种方式 三种行动 第一个行动呢成为助学人 就是每月定期捐款 资助弱势孩子学习配用 然后第二个行动呢可以揪团做爱心 哇大家最喜欢揪团买东西 每个人一百元团购最暖心的下午茶 所以 行动三分享故事 让更多人看到小舵手们的故事 我们可以搜寻我们的小舵手 而互联盟的小舵手 喜航助学计划 是的 谢谢维迪安 就是艺术类的 有人是画画 有人是纸粘土这样 那像音乐类就是会有很多种的 看他们喜欢的乐器这样 那体育方面就看孩子喜欢游泳啊 跆拳道啊这些的 都是跟孩子一起去讨论 然后看他喜欢什么 你定个人的目标 然后我们再开始寻找相关的师资 我们多半因为是弱势家庭 所以的确是在学费上 我们都是全而资助的 但是呢就是有时候碰到的困难在于 譬如说有没有相对的师资 所以我们还要陪着孩子去找这样 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交通的问题 所以当孩子如果年纪比较小 然后他的那个裁业班不见得是交通可及的 就要家长在支持负责接送 我们甚至有遇到一些裁业班老师是很投入的 他是主动自愿来接送孩子 因为家长有困难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说只是付学费的问题 是怎么样能在怎样的安排 让孩子可以顺利的持续的去学习他的才艺 而小舵手跟其他的方案比起来 当然他的募款是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一般社会大众都是比较关注说 孩子应该是要有基本的生活需求 但是这是我们持续努力的 因为我们等于已经做了19年 我们希望孩子 这个学习才艺的东西是不要中断的 我们也除了照顾儿蒙服务的家庭 我们今年开始也企图 除了儿蒙的家庭以外 去连结社会局的一些孩子 比如说他们如果也真的有心要学习这些才艺 我们可以陪着他一起讨论 拟定个人的计划 所以希望我们在这个十几年来 服务了三百多位的小舵手 会继续再拓展下去 小舵手启航助学计划 帮孩子翻转未来 而福联盟指出 每一次学习都是弱势孩子 改变未来的机会 小舵手助学计划 资助对象从小学到高中生 助学计划分为音乐 艺术与体育三大类型 分析学习成效 发现孩子们透过接触才艺课程 找到自己的兴趣与专长 甚至在师长或同侪的掌声中 找到自信与成就感 儿福联盟邀请社会各界 一起来响应小舵手助学计划 给孩子圆梦与翻转未来的机会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肺癌残连12年的头号夺命肿瘤 有近6成的癌有确诊时已经晚期 社团法人肺长寿协会完成国内首份的 肺癌治疗满意度大调查 调查显示9成以上的晚期癌有希望 健保能跟上国际治疗指引 期盼放宽及加速健保给付免疫合并化疗 作为无肿瘤基金突变的晚期肺癌患者的第一线治疗 321晚期肺癌治疗接轨国际 肺癌也有无法选择肿瘤基因和型别 一旦患者无法使用标靶药物 若不符合免疫治疗的健保给付条件 就只剩传统化疗可用 社团法人肺长寿协会完成国内首份的肺癌治疗满意度大调查 调查显示健保给付是癌有治疗满意度的关键 台大云林分院胸腔医学中心主治医师陈崇玉指出 像是肺磷癌虽然三年前开始给付免疫治疗 但受限健保条件严苛 多数癌有可说是看得到却用不到 癌有也现身说法 希望健保能给癌有更多的支持 一个病人整个全家都受到影响 经济上也受到影响 今天我后来我经过我们的程序师 帮我介绍我做了联益性治疗 我今天才有办法站在这里 跟各位先生媒体 还有很多的病友来分享 我做了这个联益性治疗 我可以跟很多朋友聊天 因为我已经退休了 那退休了 我可以 我 讲述到我退休后在乌龙 还可以到乡下 去帮人家 工作 自己种种田 种种菜 还可以运动 那如果说做了 传统性的卦疗 跟以后的联益 已经没有办法了 一定没有办法了 所以说我呼吁了 我们的政府 对这个我们的肺癌病患 就考虑一下 因为这个 明星治疗 可能会牵涉到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 它没有办法承受的话 难道有钱 可以生 没有钱 就要死掉 很多朋友 左看右看 今天少一个 明天少一个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 去负担这个 好了 等死了 等死了 政府要 关心这一点 台湾这么长的说明 几乎 政府要关心 要关心 他们不愿意得到这种兵 他得到这种兵 变成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所以说话 我呼吁了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肺癌 非常的关心 这个肺癌 不是每个家庭都不会承担 肺癌癌的发生大部分是跟空气污染 或者是基因的突变有关系 那它跟肺腺癌不一样 肺腺癌 它大部分发生在我们肺部的周围 那这样肺癌癌 大部分是发生在我们的气管的一个中间 那我们目前呢 这个国线署呢 给付的这个低进氧电脑断层 它针对我们肺部呢 做一个扫描 但是呢 对于中间的 包括这个气管 支气管的这个部分呢 那低进氧电脑断层呢 是没有办法筛检出 早期的肺癌癌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在筛检工具上 肺癌癌 它就受到一些限制 那第二个是呢 肺癌癌的它目前的治疗呢 还是以这个化疗为主 因为它的这个标靶 这个药物呢 相对比较少 那另外呢 受限于这个健保的给付 那我们在使用这个标靶药物之前呢 要做这些居动基因的检查 但是呢 在这些健保呢 并没有给付呢 我们的肺癌癌的病人 来去做这样一个基因检测 所以这些病人呢 他能够接受 不要保抑药物的治疗的机会呢 就相对比较低 那再来是这个免疫治疗的部分 那免疫治疗呢 主要是健保呢 它限制在这个PD-1 要大于50的病人 可是呢 臨床上我们看到PD-1 大于50的病人 其实 但我们的病人 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左右 也就是呢 有四分之三的病人呢 其实并没有办法来去接受 这样的一个免疫治疗 这是我想在目前在灵癌 肺癌癌的症状病人 他所受到一些 不管是筛检的劣势 甚至治疗的选择呢 也相对都比较少 受限于健保的给付 很多呢 治疗 那必须要自费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 免疫治疗 以及标板药物呢 它的价钱 都在十多万到二三十万 那很多病人 他在健保的这个标准的治疗完之后 他如果没有这些经济的来源 那我想很多的治疗 他就必须要去放弃 或者是呢 他必须呢 再去回到 传统的这些化学治疗 但是传统化学治疗 我们知道它的副作用呢 相对这些标板药物 或者是免疫治疗 它的副作用会来得很多 所以很多病人 他可能到最后 就选择我不治疗 做安宁 那我想对于很多 特别是 刚才我们今天 有年轻病友的一个代表 对于这个家中的一个 经济的来源 或者是甚至呢 他是一个家里 他有这个年幼的小孩 他们也希望这个 能够陪伴小孩成长 这个过程 我想我对他们来讲 会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 目前还有治疗上 遇到一些困境 就是说 国际上一些新的治疗方式 比如说免疫加 合并化疗的治疗方式 还有一些新药 新的标板药物 那么在健保这边给付 可能都要好几年的时间 才会通过 那么我们其实肺癌晚期的病人 他是在跟死神拔河 他不见得能够等到那几年的时间 可是如果这些新的药物 新的治疗方式 能够提前让他们使用 可以延长他们的存活期 这个是大家所期盼的 有些家属 有些晚辈他们比较孝顺 然后就拿房子去贷款 给爸爸去治疗 那结果治疗到后来 爸爸走了 但是这个贷款还是没绞心 继续还要再负担这个费用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健保这边能够多给我们 癌友支持 能够给我们更多的 这个新的 纳入更多的这个新的 治疗方式跟药物 台湾年轻病友协会 副理事长更指出 60岁以下的晚期患者中 有5乘5的癌友 是家中的经济支柱 他期望有关单位 能在健保给付 与职场工作方面 给癌友更多的支持 我们很多的年轻的癌症病友 其实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家庭的主要的 经济支柱嘛 那很多年轻的癌友 其实要面临到问题 就是说可能副作用太大 那导致他们无法去兼顾 他们的工作跟治疗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 癌症病友 其实是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在这边 其实想要呼吁政府 就是说提供疗效更好 副作用更小的这些创新的药物 例如像是癌症免疫治疗 或者说合并的免疫治疗 可以让这群年轻的癌友 他们可以兼顾他们的生活品质 然后有机会可以一边治疗 然后一边兼顾他们的经济收入 去最大程度的降低他们生活啊 或者说家庭上面的影响 我觉得我们很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 生病不代表失去工作的能力 他们的专业能力 其实都还是在的 那只是说 我们可能只是需要一些 比较弹性的工作方式 那刚好因应过去就是COVID-19 导致说 其实很多的工作形态 都做出了很多弹性的调整嘛 例如说很多人可以walk from home 然后可以通过远端的方式 来参与工作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 癌友他们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 因为这样子工作环境 工作方式的调整 让他们反而可以去兼顾 他们治疗跟工作之间的平衡 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 我们希望未来就是 在台湾的公司企业 他们遇到他们员工离癌之后 或许也可以在这样子工作形态上面 给予更弹性的支持 肺长寿协会指出 他们也透过脸书的肺长寿社团 尽力提供癌友相关的资讯 很多人他一确诊 一确诊癌症 第一个反应就是勤天批 然后不晓得人做什么 也不晓得该做什么 所以社团在这个部分呢 他能够给 还有一个安定的力量 因为我们这几年来社团累积了 很多的这个经验分享 还有一些医疗资讯的整理 他像一个百科前书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 还有带出来 让他们恢复以往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们有一些 像我们有手机摄影的一些活动 还有登山健行步道的这些活动 所以我们希望在除了治疗以外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生病了 然后所有的生活里面 只有治疗这件事情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 然后可以去让他们生命的 宽度可以更宽广 这样子 响应2022年世界肺癌日 非常寿协会 台湾年轻病友协会 与沸沸扬扬 台大云林肺癌病友会 等三大病友团体 共同呼吁政府能重视肺癌治疗需求 判放宽急加速健保给付 免疫合并化疗 作为五种瘤基因突变的晚期肺癌患者 第一线治疗 协助癌友能够透过创新治疗 来维系工作收入 提高治疗的满意度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HOME PLUS 中佳宽屏在地影像赔力与针剑计划开始啰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豐富奖励的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佳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张QR Code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一定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旗团关心您 夏末秋凉好时节 团圆动剧赏月圆 同事甜品其分享 欢度佳节好时光 月圆人团圆 您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我是吴俊松 雨持续不下来基隆水情出现黄灯警戒 自来水公司第一区管理处方面持续开发新水源 包括早紧急升潭取水等也呼吁民众节约用水 立法委员蔡诗应则是透露 国防部将指派50辆水车支援基隆送水 新塞水库蓄水量剩不到40% 基隆水情出现黄灯警戒 其中中正及信义高地社区用水尤其吃井 在水公司方面 除了提醒用户节约用水 也持续开发新水源 包括早紧及深潭抽水 为了我们增加这个原水量 在供疗的部分 在供商营运所里面 也预计着井 目前已经失失中 目前已经找了一口 每天可以增加700吨的用水 陆续我们在考量是不是在做着井的作业 在公管桥的这个深潭饮水的部分 还持续在做 那我们一样是24小时排盘不分日夜 来在寻视我们这个抽水机的运作 以及它保养的部分 9月3号开始 那水情由绿灯转为防灯 那就是就减压供水的部分 是就特定的离风时段 还是特定的一个状况 做几步的一个检验 那这对于行政机关 以及国用事业 有关喷水池洗墙 还是洗水沟的 灰民生需要的一个用水的部分 我们就禁止 另外在水公司方面 也配合用户需求 加派水车及设置取水站 对此立法人蔡世英透露 国防部将派出50辆水车 支援基隆送水 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我们办公室协调国防部水利署 由国防部出动水车 50部的水车 要来支援基隆高地供水的区域 那目前正在做相关点的会刊 我们预估明天 会有新的水车来投入 协助我们基隆 比较缺乏用水的一个地区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会继续来努力 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 比较水情吃紧的时间 我们的民生用水 我们仍然努力把它满足 蔡世英表示 根据天气预报 基隆近期渴望出现降雨 希望老天爷保佑 早日浦向甘霖 也提醒市民节约用水 一起共渡缺水难关 记者张琪辰 基隆报道 中山区外木山海岸平台 年久失修腐蚀损坏 影响到永克进出到海边游泳的安全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联手立委蔡世英争取 由北关处负责加固补墙整修完成 维护进出永克的安全 也让当地海星游泳协会 相当肯定和感谢 看到年久失修腐蚀损坏的海岸平台 加固整修完成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海星游泳协会人员 以及立委蔡世英服务处秘书等人 都很开心 由于中山区外木山海岸平台 年久失修腐蚀损坏程度相当严重 影响到永克进出到海边游泳的安全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联手立委蔡世英一起争取 由北关处负责加固整修完成 那因为秉均这边受到我们海星游泳协会 还有我们很多的游客 游客在反映 我们海星平台 其实它的首幅栏杆断裂 还有支撑架器腐蚀 那其实这造成我们这边游客 來到海星游泳池游泳的时候 他们的安全其实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威胁 那其实我们也多次的协调 然后也希望所属单位 可以尽快把这个平台修复完成 当然我们最主要还是要感谢我们 蔡世英立委她在协调北关处 那也在今年的时候 顺利的把她整个首幅栏杆 还有支撑架都把它修复完成 然后并作为补墙的动作 那现在也让我们所有的游客跟游客 来到我们海星平台 海星游泳池这边游泳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非常安全下海去游泳 然后来欣赏我们基隆的海景 也非常感谢北关在用最短的时间内 进行紧急的一个修缮服务 那后续的保养跟维护的话 委员这边跟丙君这边 会持续的下去做关怀 然后一有经费之后 会马上来做修缮补墙的一个动作 对于张丙君议员和蔡世英立委的努力 积极维护玩水民众和游客的安全 当地海星游泳协会也非常肯定和感谢 张丙君也特别感谢海星游泳协会人员 平日协助维护游客的安全 以及周边海域环境的付出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距离年底选举越来越近 在基隆市长林又昌领军下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协同13位党籍议员候选人进行联合登记 林又昌表示 基隆八年来的进步有目共睹 要让基隆延续进步及改变 蔡世英是最好的接棒人选 蔡世英则强调选在登记第一天 和党籍市议员候选人联合登记 就是以市民扶植为优先 希望在年底选战 延续佑昌市长务实推动市政的精神 率领基隆队集出全雷打 市长选选 市长选适应 一元大胜利 一元大胜利 民进党市长林又昌领军下 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与13位党籍市议员候选人 进行联合登记 抢在开放第一天完成登记 期盼能率领基隆队 在年底选举集出全雷打 这一场的选战 不是只是蔡世英而已 也包括我们的议员 市议员当选 13个议员都全雷打 我想这是这一次 我们今天 选在这一天 来参选最重要的意义 那各位如果其实有稍微注意一下 可以发现我们选今天的时间是 下午1点半的时间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下午1点半 1加3等于4 蔡世英的是13个 1点半的13 刚好也是我们13位候选人 所以我们特别选这个时间 代表着我们的基隆队 强棒出击 裴隆登记的金融市长林又昌 则强调在他执政下 基隆8年来的进步成果 市民都能看见 这期间他与蔡世英合作无间 让基隆重回前段班 因此蔡世英是延续基隆 进步与改变的最佳人选 为什么一定要支持蔡世英 就是因为这8年的一个时间 蔡世英跟我一起并肩作战齐心合作 所以蔡世英是最了解基隆市政的市长候选人 他当选市长无缝接轨 马上继续延续所有的市政 继续为基隆的建设来打拼 另外刚刚在讲 这需要一个基隆队的一个团队 包括基隆市政府的政务官 包括我们今天一起出席所有参选的市议员 我想大家就是一个最坚强最有能力 而且是最能够用一分钱来做十分事情 最棒的一个团队 秀出台北大学博士文凭 蔡世英表示他提出的四大政见主轴 就是延续佑昌市长的施政破话 务实的推动基隆持续改变 他强调绝不会好高误远乱开支票 会与13位党籍市议员候选人 在恪守财政纪律下 延续基隆的进步与改变 适应这一次的接棒佑昌市长 我们绝对会把基隆的进步 基隆的改变继续延续下去 今天在我登记参选的同时 我们也会向选委会 递交本次我参选的政见 我的政见非常的清楚 四大主轴 四大主轴 这些四大主轴 就是目前基隆市政府 推动的核心价值 也是适应 未来接棒佑昌市长的市政府的时候 我们继续推动基隆的改变 对于外界关切的协和电厂四阶方案 蔡世英强调尊重相关单位审议 她支持人员转型 但不能妨碍基隆市港发展 我们支持协和电厂转型 但是也不能够妨碍到基隆港市的发展 那这个部分我想台电会做后续部分来处理 至于民间团体推动相关的公投的事项 我觉得这个就是由公投相关的宣传会的部分 跟公投的审议来做处理 我充分的尊重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感谢您收看众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散播甲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e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式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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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中家集团关心